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音乐人节目的第一集的播出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单元有专题报导 为您邀请到三位知名的大众传播工作者 一起来谈一谈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流行音乐这一行 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这个单元是我为您轻轻挑选的 其他种族文化的不容易听到的千奇百怪的音乐跟歌曲 是我独家收藏为您独家播放 您对演艺事业感到兴趣吗 那您应该听听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由已经入了这一行的演艺事业朋友 由他们来自己描述一下他们自己所从事的行业 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啊 在您欣赏我们节目的同时 你想不想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所熟悉的 你所喜欢的这些演艺界的朋友 在这个时候做些什么呢 做什么都有 第一现场是我们从摄影棚从录音室 从每一颗星星可能出现的地方为您做第一首的现场采访 我们一起去了解音乐工作者的辛苦与欢乐 我们一起参与了他们成名成功的整个过程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李宗盛 今天是我节目第一集的播出 我心中非常的紧张 所以呢 我就选拨这首Don't worry be happy 送给我自己 算是一个安慰以及鼓励 同时我也邀请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以及朋友 听听看他们 听到李宗盛要做节目有什么感想 飞歌先讲啦 哎呀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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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胜要主持这个广播节目啊 这个让我们所有主持人呢 就放下了一个心中的一块石头 终于他找到了他应该走的路 往幕后发展 因为他要是不赶快尘埃落定的话呢 这个对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是一大威胁 哎 那么我知道广播节目也不是很轻松很忙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可能他不会考虑己身在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这个行列里面 对我们来说真是松了一口气 哎 真是同胞们耳手称轻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钟盛啊 他对这个歌星的这个发展 以及这个唱片的运作啊 可以说在演艺圈里面呢 他是手指牛耳的一位前辈 他的才华呢 更是被大家肯定 所以他来主持这样的节目 是跟我们演艺圈的动向呢 息息相关的话呢 我相信他是可以掌握的 非常的确实 我敢说他这个节目一定主持起来呢 可以说这个扣人心弦 而且这个 而且一定是这个妙语如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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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节目飞哥主持可能更好啊 我们听曹兰怎么讲 啊 李周深大哥要做广播节目啊 天哪 他的大舌头可以吗 开玩笑 开玩笑 李大哥呢 其实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因为不晓得他还记不记得 很久N年前哦 然后我还找他签过名这样子 他签在卡带上面 那么我一直都很崇拜他 那么当然了 这个节目呢 一定 怎么讲 不管好或坏 我一定都非常喜欢 不过当然是好的 对不对 是吗 曹兰 是签在卡带上吗 我们听听看赵宁赵博士怎么讲 哈喽 钟晨兄你好 好久不见 我是赵宁 你好吗 钟晟钟晟 应该是百发百中 而且是其开得胜 而且一炮而红 为什么百发百中呢 因为这个节目的名字呢 叫做音乐人 那像我们非音乐人主持节目呢 谈到音乐啦 谈到这些事情可能有点外行 但既然是音乐人的话 不但要言之有物 言之有趣 还要言之成立 所以是百发百中 记得很早以前呢 我和钟晟兄 我们还合作在警察馆 我们还有个各说各话的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 那这次呢 钟晟兄在中广开节目 不但可喜可贺呢 当然要祝福 这个节目呢 不但可大可久 而且是其开得胜 报告完毕 谢谢 是的 是的赵博士 我一定在您 尊尊教委之下 努力充实国文程度 一起达到大同世界的境界 听到李忠胜要主持节目 第一个印象啊 第一印象 当然是先想要知道 他有空吗 他忙得过来吗 第二个 第二个不能是印象 是一个 怎么讲 哎 拉个生意 最近呢 我开了一个国语正音班 不知道我们李先生 是不是要来上课 哈哈 嘿嘿嘿 深思花小姐 是正音班 不是正音班 需要正音的是下一位男士 听说大哥要开节目了 嗯 赞了赞了 抱歉 抱歉 这样自己打歌的话 就更方便了 对不对 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 平原啊 我觉得你真的需要去正音班一下 不过如果正音的话 千万不要去审时花的正音班 要不然你讲国语就变成 我跟你讲 都会音的是震动的 无论如何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 给我的爱护跟大气跟鼓励 我会很努力的把这个节目做好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音乐人 是献给所有做音乐的人 跟喜欢音乐的人 I don't believe it 因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 不愿让你伤心 却似痛自己 一个人走在傍晚 起点的台北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外力 I hate myself 有整夜追逐梦中的你 而明天只剩 哭泣的心 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 我不愿意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 忍住伤心 我要怎么告诉你 我还爱你 是我自己 错误的决定 错误的决定 我要告诉你 我不愿意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 忍住伤心 我又怎么告诉你 我还爱你 你是我自己 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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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 jud Pon해를 我还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 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尤克里林的认错 身为一个做音乐的人呢 其实每天接触很多很多的音乐 同时也做很多很多的音乐 那所以有时候会碰到朋友问我们说 哎呀那你怎么看待这些歌曲 当你听这些歌曲的时候 有什么感想 其实老实讲呢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专业的 或是近乎严厉的 或是近乎残酷的眼光 来批评 来品味 来分析 来解剖这些音乐 以我自己经验来讲 其实我很少 满难 在听到一些歌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或是在起鸡皮疙瘩 刚才这首认错 是我现在听的时候呢 会在起鸡皮疙瘩的一首 还有另外一首歌呢 也是我认为非常值得介绍给大家的 这两首歌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有非常非常感人 非常好的旋律 跟非常非常好的演唱的技巧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要为各位介绍 黄小虎的不只是朋友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 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对眼眼欢的朋友 你从不吝啬 吹出我分享你的快乐 你开心的时候总是灰火 你时宜的片刻总是折磨 在你的眼里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靠倾途的朋友 你从不忘记 提醒我笨蛋你的寂寞 你从不吝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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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教终 你从不吝啥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信的占有 在你的眼里 在你的眼里 你从不吝啥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醒我笨蛋你的寂寞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温柔的教宗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知识的残忧 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知识的残忧 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温柔的教宗 这首歌曲还是很多朋友 他好久都没有听到了 不只是朋友 来自黄小虎 而之前也听到另外一首歌曲 《优克林认错》 而这首歌曲呢 在李宗盛的音乐人里头 你可以听到 因为他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 是在1992年 今天我们在重新听的时候 会有许多的歌曲值得我们回味 当然在音乐的一些知识上呢 我想是从过去到现在呢 有很多部分是还是蛮新的 还蛮可以学习的 而这里头呢 你可以听到另外一些人的名字 例如说之前有听到曹兰啦 例如说之前有听到张飞啦 这两位朋友呢 如果一些经常看一些台湾的杂志的朋友 都知道他们是很著名的这个电视主持人 还包括了黄品源的声音 你也听到这位是歌手 李宗盛呢 他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单元 稍后我们要请你一起来听听 李宗盛的音乐人 各位亲爱的朋友 能不能够上电视 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来讲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已经成名的演艺人员 需要上电视 去让观众们不要忘了他们 一些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或是一些借借无名的人 都需要上电视 去让观众认识他们 知道他们 接受他们 我记得我自己在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每次接到电视的通告 心里面都很兴奋 我一定会跟家里人讲 爸爸 我要上电视了 今天在我们现场采访这个单元当中 要带大家去中式的第一摄影棚 当天所录制的节目 是准备在母亲节的前夕播出 一个摄影棚当中 通常有四个摄影师 有一个导播 和一个现场指导 现场指导 对一个节目播出的气氛的好坏 有很大的责任 因为 他要带领 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 一块拍手 每当他开始拍手 他都会叫现场观众大力的 大家一起 跟他用力的鼓掌 这样子 才能够达到一个 很多人参与 现场很热闹的感觉 当然 还有一个管音响的人 一个管灯光的人 还有差不多二十个 什么乐曲都会演奏 什么乐曲都要能演奏的乐队老师 还有一个指挥老师 指挥老师旁边是主持人 有差不多四五个执行制作 有六七个歌手 有七八个舞群 有陪伴着这些歌手上节目的 每一家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 当节目是现场的时候 可能还有五十个到一百个 或者更多的现场的观众朋友 一个小小的摄影棚 竟然同时挤了这么多人 现场阴雾弥漫 人生杂踏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很多的遭遇 有成名的 有慢慢向上爬的 有慢慢向下掉的 各位朋友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又爱又恨的一个地方 摄影棚 节目主持人 们厘回他们现场 努力 制作 在今天的现场采访这个单元当中 其实我们有点刻意的 并不去特别采访某一位歌星 因为我们并不认为 我们去采访某一位歌星 就会得到 从事这个行业的干顾弹 电视圈有着电视圈的规矩 有他们工作的习惯 有着差不多的沟通方式 和有趣的价值观 偏心而论 大部分上电视的人 其实都很难去避免 掉入一个继承的模式当中 电视在我们这个行业 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而电视这个媒体 有替艺人传达了一些什么呢 是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 所有的综艺节目 都只能呈现艺人欢乐 有趣 好笑的一面呢 我在这个行业 大概有十二年的时间 我也认识了很多电视人 在许多次交谈当中 我也了解到 从事电视工作的人 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其实他们真的已经很努力 想要做一个观众朋友们 喜欢看的电视节目 在观众电视媒体和艺人之间 到底是谁决定了节目的风格 到底是谁主导了节目的走向 这个问题 其实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 这个大家都知道 母亲为什么伟大呢 今天我们请各位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母亲啊 今天伟大 说了看 基本上你刚才讲说 比如说母亲 需要追踪摇篮的时候 对 这个一看一听就知道 飞哥的小时候的 那个家境比我好很多 你这样没有摇篮 没有了 我就睡地板了 这样的 我妈没有推动整栋房子 我才去哪 真的 不是 伟不伟大 伟大伟大 哎呀 不错 不错 但你还要拍手 但我刚刚刚就是我讲 刚刚有的时候也很麻辣 然后妈妈推动房子 那是昨天的地生 你知道你是妈妈有什么伟大 最生活化的感觉是怎么讲 哪里伟大 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伟大 因为他有两次证明 两次可以证明他的伟大 第一就是他苦 对 然后他从生孩子 然后一直到养孩子 就是说最后孩子长大 然后这期间要进一个苦 就是一个苦 对对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 可以形容的出来的 你其实是在下雨天是生孩子那边 对 所以这个苦就是 就是 这个很难形容的苦 就是他我家的苦 第二个字 我今天听你讲话也蛮苦的 对对对对 非常有点你妈妈的苦 第二个字就是忍 撤撤 对因为有这个苦 然后他还要忍 忍这个苦 然后能够把所有事情都做到非常好 对对对 就是他最杀的 对对 他讲的是涵盖的母亲的伟大 母亲的伟大 酷 那我想是要生活 生活稍微 母亲我们形容一下 生活上有哪一些事 你知道妈妈补 所以必须要忍的 那两个一些点 就是最常最生活的就是 煮饭 烧衣服 这个真的是烤衣服 烤衣服 还有大公司 对妈妈还有这个事 这个就是 你戴洗衣服 还有人 烧房子 所以是 妈妈是这个煮饭 是烧衣服 那要洗开水 对 这个家常的师傅 现代的女孩子 你应该讲 大家一听说 是不是会看的 我们非常感谢 节目制作单位 在节目还没有播出之前 就让我们采访这段录音 艺人们每一个都身怀绝迹 载歌载舞 有着很好的天分 在电视圈工作的朋友 绝大部分都是有理想 有抱负的电视人 同时我想我们有一群 不错的观众 艺人 电视媒体跟观众之间 应该是好朋友才对 透过这三方面的努力 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看 更有意义的电视节目 最喜欢的艺人 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呢 张宇生 大家好 5月2号 晚上12点到1点 这个时候 我的确定的行指 应该是在马来西亚 但是 现在在干什么 我想应该是在经过一天 非常密集的宣传活动之后 现在应该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这样 张宇生正躺在马来西亚的一张 单人床上面呼呼大睡 那黄品源呢 这个时候呢 我想我一定在金瓜石 因为我准备拍这个五眼的山丘 我想这个时候的话 我如果不是在研读剧本 就是已经在睡觉了 因为 因为早上有那种爬山坡的这种镜头 就这样 听说金瓜石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黄品源也只有在床上睡觉了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我今天刚刚结束了我一天忙碌的一天 因为我开了一家泡沫红茶店 然后就是在今天开幕的 现在我正在我的店里面 在数钞票 就是我们今天的营业额 以及我们在内部检讨 所谓的内部检讨呢 就是我跟我弟弟 我们两个在检讨 我们两个今天有什么缺失 因为他管吧台 我管会计 然后 这个对于我们将来 就是每一天要面对的这个工作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计划 我们现在坐在这边 然后我们也把笔记本摆出来 因为我们为了这个店 我们还有去到处去学 去好像请教人家 然后我们还做了笔记本 好比说这个茶要怎么泡啊 什么什么都要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检讨 因为在听过这么多人的 嗯 这个意见之后 嗯 然后呢 现在就是 是我们要好好的 做下来 然后理清楚 然后呢 就知道说 下一步怎么样 还有最好的是因为 好 我们的店礼拜天都休息 所以呢 我现在不睡觉也没关系 我也可以边听广播节目 边继续作诈 然后再继续的计划下面 然后呢 礼拜天的早上 我就 还是回去教堂做礼拜 好 嗯 听起来李明依是最老实的 最乖的 像他现在正在做什么 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李明依有了很多的改编 在他有了宗教信仰之后 我们一起祝福他的泡沫红茶店 有好的声音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知道 你们都很喜欢流行歌曲 我也很感谢 你们对流行歌曲的支持 我也相信 你们听了很多很多动听的歌曲 可是可能有一两支歌 是你们刚好没有听到 或是听到了 已经忘了 这里就有一首 我认为非常非常好的歌 值得推荐给大家 欣小琪的 我在你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这一次爱情像往常一样一样一样的把我拥在怀里 这一次爱情像往常一样一样的 这一次爱情像往常一样一样的 如此平淡无情 我怀里 我脸上可画着重重心事 疏忽的你已经无法在意 热恋 热恋最初的点点滴滴 为何已经变得没有美 可否让我感到你 让我感到你 正在意 就想帮助我们 并不认识 能否就让我鼓起勇气 为何 为何你的眼睛一直逃避 我在你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我在你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我在你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你并不知道 我在你怀里哭 你真的并不知道 我在你怀里哭 你真的并不知道 在你怀里哭 在你怀里哭 我又不小心想起 过去的种种 有一次我看到 最初的你 可是它只会让我 伤心不意 能否让我感到你很在意 就想当初 我们并不认识 能否就让我鼓起勇气 为何你的眼睛一直逃避 我不要想起 我怀里哭 我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我在你怀里哭 我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我在你怀里哭 你真的并不知道 我在你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我在你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为介绍的这个单元叫做专题报道 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要讨论一下从大众传播者的角度 看流行音乐这个行业 我们很荣幸请到三位属于不同传播媒体的朋友 到节目当中来 他们分别是广播媒体李文元小姐 电视媒体刘伟茨小姐 文字平面媒体翁家明先生 今天要为各位做的这个专题的报道呢 是谈论有关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这个行业是什么行业呢 是音乐这个行业的最亲密的伙伴 跟最有关系的另外的几个行业 就是媒体这个行业 媒体可不可以称作一个行业 在座的朋友 可以 今天我们呢 现场来为三位来宾 三位来宾呢 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媒体 今天我们来宾有这个 两女一男 男士是翁家明先生 大家会自我介绍 其中一位女士是李文元小姐 另外一位女士呢 是刘伟茨小姐 那这三位呢 伟茨是电视媒体工作者 李文元小姐是广播媒体的工作者 小明是平面的文字的媒体的工作者 好 现在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开始吗 你开始你开始 我是翁家明 那有一些人说叫我是乐评人 那我一直觉得很惭愧 我都说我自己是 为流行歌曲写感想人 你是为流行歌曲 那你的职业是专职 我的职业应该算是 专栏作家跟报社的工作者 文元 我就是广播人这样子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行业 每天晚上在节目里面 就是借着这个流行音乐 算是很大的一个元素 这样子 就是很单纯的广播人 好 刘伟茨小姐 我是刘伟茨 那我是做电视的 很简单 就知道 因为为什么我今天找三位来 三位分别属于不同的媒体 那跟音乐这个行业 这个关系是很大的 其实我在我们节目的前几期 我一直有个企图 是想先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什么行业 这些人是在干什么的 是由哪些人构成这个行业的 这个行业并不是各位 可能并不是只有歌星的 各位可能只看得到歌星的 只能看得到电影明星的 只能看到电视明星的 所以我 当中我也有一些访问 访问每个艺人 有个问题是 请描述一下你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 那我已经收到一些很有趣的 这个反应 我们这个行业 有人想了半天是吐了一口气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外界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 并不是那么了解 那我自己其实很不舒服 很不习惯于 外界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人的看法 所以我今天请到三位跟我们关系 非常密切的人 是你们这些人 告诉所有的听的人 看的人 读的人 我们是什么人 基本上我觉得 我跟国以流行歌曲的关系 应该是相当密切 因为我觉得 国以流行歌曲 它是目前来讲 它是一个失去现场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关系 所以我觉得 变成说广播 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桥梁或者是一个 什么样的管道 在于一个 做流行音乐的 和一个消费者之间 那因此我在节目里面 我工作五年 那其实在这五年当中 有很多的阶段 刚开始我觉得 我是抱着很大的理想 我是介绍好音乐 给听众朋友 知道 那可是慢慢的走过来 我发觉就是说 几乎人到了二十岁以后 就有了自己的选择 就不会说是唱片公司 丢什么东西出来 为他什么东西 他就相信了 那我觉得 年代的不同 我相信到了二十岁之后 我们就会去找寻自己所喜欢的音乐 那因此我整个的音乐成长历程 也是在这个广播当中 可以去披露 看得出来 那因此我觉得 我现在不仅仅 我觉得 在流行音乐当中 去找凤毛麟角的好作品之外 可能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觉得工作就是去告诉所有的消费者 一些整个流行音乐的一些现况 然后让他们有能力去判断 他们心中所想要的音乐 那这个音乐的好坏 我觉得就是他们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讲这些话 好像都会讲给圈内人听的 其实我觉得国语流行音乐 真的卖给的人 卖出去的对象 他们对于国语流行音乐 只有习惯的问题 真的没有太大的好坏的偏差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在这五年当中去反复的想 因为我很爱流行音乐 我曾经也试着很想进去 可是后来我才发觉说 其实这个行业 是非常非常值得尊重的 非常值得尊重的 因为我觉得 这里面的生命太宝贵了 韦池呢 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在 韦池 我说一下韦池 做很多的电视节目 非常叫好 而且叫做电视节目 对 可是我觉得 站着一个 我做电视大概已经七年了 那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刚好这段时间 可能是一个空档 那我在反省过去 七年所做的事情里面 那我觉得可能 对于流行歌曲来说 那很多电视工作者 他可能扮演的是一个 在扼杀流行歌曲 他的本来的一个面貌的工作 可能我想在某些唱片公司的眼中 那事实上虽然说 在这个媒体跟唱片公司 对立的角色里面 那常常大家是扮演叠对叠 那有的时候是 可能是电视工作的人 他们在操练歌星 可是在当歌星 就渐渐具有知名度 那或者说 当他们受到欢迎之后 那歌星又在扮演一个操练电视工作者的 一个互幻的一个角色 那可是因为我想 以目前电视节目的形态 那我在我个人的想法里面 我是认为就是说 电视节目基本上 它是 虽然很多唱片公司 视它为一个主要的 一个打歌的媒介 那也不能否认 电视它一个传播的力量 那在我个人的反省里面 我是认为 事实上 电视 目前的电视形态 对流行音乐 可能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 像广播 我常听广播的时候 都觉得 这个歌星都不敢勇敢地 面对媒体 我听其实很 老实讲 我听大部分的广播的问题 都极其乏味 那非常有趣 那些节目的收听率 都非常高 当然有很高的收听率的节目 是这个 无法位的啦 是不是 那你认为 他们真正在你面前 讲实话了吗 或是你认为 不断地传递 这样子的一个message 一个这样子 艺人的形象 每个人似乎都是 每个艺人都是 富有天分的 都是非常有理想的 都是艰苦卓绝的 都是 那 那是吧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还是你们的责任 所有媒体责任 就是把好的一面 跟大家讲 而把不好的一面放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 所以当你在介绍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我是觉得基本上 这是个蛮恶性的循环 其实广播媒体是个相当 你说它是很强势 可是你觉得 其实它讲穿的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的行业 所有的人 他如果从事表演工作 他最后所退守的阵营 可能就是一个广播节目 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因此我觉得 其实都是很不专业 我个人觉得 那我把自己也提到最前面好了 我觉得说实在 我觉得广播界的所有主持人 他的确应该到了一个 反省的一个地步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行业 他的年资和他的整个知名度 是往上加分的 可是他的品质是 是大家都不太会去注意的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大家就是习惯问题 我不晓得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 其实广播媒体 我觉得就是大家太不用功了 但因此 所有的歌者来这边坐下来 他变成是一种 其实你问我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回答你 因为我觉得 我有我自己的公式 因为我太了解了 我今天出第一张专辑 我可能很笨的告诉你说 我不会答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第二张第三张 十几个二十几个节目上下来 他已经曾经了 我非常确定 那我自己是觉得 我在我的广播节目里面 我只要能够问出一个问题 让我感觉到对方 他可以 他的问题在他的脑筋里面 不是这么顺畅的答出来 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感觉 那另外我觉得就是 歌者他真的是沦为 就是所有节目的一个工具 效果器 今天我想如果歌者不上节目的话 流行音乐如果倒的话 我想所有的广播节目 大概有 大概有二分之一以上 是要倒掉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是 你知道就是一种 互相的一种窒息的感觉 那种爱恋关系是非常烂的 我是一直这样觉得 OK 江明你说你写很多乐评 当委看过你一些文章 你凭什么去凭人家的东西 比如说 如果有人跟你挑战的话 你是站在一个什么样子的 因为台湾乐评已经很少了 好不容易有人写乐评 如果有人跟你挑战的时候 你凭什么写乐评 好 我是一个职业的制作人 你是一个什么 你用什么的角度来做写乐评 然后你认为你负担一个 什么样的责任 你写出来东西 给大家一个什么样子的导引 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 因为很多读者 或者是宣传 或者是制作人 会打电话来跟我反映他们的意见 甚至有人是 打电话我一接 他们就是开口谩骂我的 那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讲说 我并不是一个权威 那我今天在写 这张唱片好坏的时候 我前面一定会有一个前提 比如说我是用在一个 音乐的原创性的角度来看这张唱片的时候 那我对这张唱片的评断是什么 然后我用包装的角度 用爱豆的角度来写这张片上面的是什么 那我觉得我背后的 我给我的一些知识的基础 是在于社会学的 在于美学的 或者是在我所知道的一些音乐的知识或常识 或者我认为说一张唱片要做成诚 要表现他的思想也好 他的创意也好 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做法 这是我的看法 而且我一直强调说 我可能是很主观的 好 正在一个唱片从业人员的角度 跟我认为在媒体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唱片公司或是音乐界所塑造的人的样子 所塑造的偶像 所塑造的性格 所用的借口 所做的包装 其实是技巧蛮拙劣的 那为什么这套可以行得通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似乎还是有人不断被骗 或是说有人不断地吃这套 我想大家知道这个宣传的手段 做的包装什么 大部分的消费者 都会很容易相信媒体的报道 因为他们不会 他们不像我们因为在从事这个工作 所以往往会去思考说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或者他们会有一些机会去接触到 一个譬如说忧郁的人 然后我们会很容易地知道说 这个人是忧郁或不忧郁 这个包装是真的或是假的 可是一般的消费者 因为我也很仔细地观察过 很多我身边的 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 或者是亲友亲人 那他们的确就是说 他们得说就是一个 很单纯的受教育 受媒体教育的人 媒体教育他说这个人是忧郁的 他可能就始终相信 这个人是非常忧郁的 那甚至有一天可能 这个忧郁的人做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情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个 介入别人家庭的人的时候 他们还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不是一个忧郁的人吗 他还是执着地相信 以前媒体所教导给他的那些 所以我想说其实 为什么能够就是说 创片公司用同一套的 这个工序可以不断重复地使用 我想主要因为就是说 我想起码可能我们的观众 或者我们的听众 他还是蛮单纯的 他们很单纯的 没有经过思考 去接受媒体所要 就是所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那因为可能就是说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面 也并没有教会我们 说怎么样去判断 一个音乐的好与坏 那大部分的 大部分在接受流行音乐的人 还只是接受了流行 而没有接受音乐 都是我个人的感觉 嗯 是呢 各位听众朋友 其实今天这个访问 长达一个半小时 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片段 没有来得及介绍给大家 不过没关系 在下个星期节目当中 我将继续为各位介绍的 这些精彩的 很有诚意的 很第一次的媒体 来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 让我们再次感谢 汪家明 刘伟辞 李文元 我们这个单元 就先进行到这儿 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 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也有人和你一样 喜欢音乐 做音乐 让全世界的人一起分享 今天 在节目的最后 李宗盛要将自己独家收藏 为您做独家的播放 为您介绍 来自马来西亚的乐队 Zina Abelian 所带来的一首歌曲 同时 我也要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 在下星期同一时间 再次收听 音乐人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